抵制诱惑欲望还是自律最强 迎接挑战机遇还是勇敢担当 走过心灵迷途还是觉醒照亮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赵海外及时 我们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往下讲 从阿祖法居住的那座山上离开后 车内的氛围压抑而沉重 康特的眼神中满是痛苦与迷茫 他对身旁的老者倾诉着自己内心深处的苦涩 我是真的很喜欢阿祖法 我爱他那种爱深入骨髓 康特的声音有些沙哑 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情感 可您知道吗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从未感受到他像对待哥哥那般对我 他的眉头紧锁 陷入了回忆的漩涡 那些与阿祖法相处的点滴 如幻灯片般在脑海中放映 在那些画面 阿祖法看向各个时眼中的温柔和笑意 与看向自己时的平淡甚至冷漠 形成了鲜年的对比 这种落差就像一把锐利的刀 一次又一次地刺痛他的心 让他在无数个夜晚辗转反侧 也让他常常忍不住怀疑 阿祖法是否真的爱自己 而今天 事情发展到了一个更为糟糕的境遇 原本只是回程与留在山上的分歧 却在激烈的争吵中演变成一场 足以毁灭他们婚姻的风暴 阿祖法提出了离婚 那决绝的话语如同炸雷在康克耳边响起 让他瞬间陷入了极度的震惊与痛苦之中 在那一刻 情绪如同脱缰的野马 康克冲动地也喊出了要离婚的话 然而 当愤怒与冲动消散后 康特被深深的后悔所研磨 他坐在车里眼中闪烁着悔恨的泪花 他不想离婚 他渴望和阿祖法在一起 这种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每一次呼吸 他都能感受到失去阿祖法的恐惧 在啃视着他的心 他知道自己不能没有阿祖法 那些曾经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那些欢笑和温馨的瞬间 都成为了他现在坚持下去的动力 他愿意付出一切 只要能挽回阿祖法的心 只要能让他们的婚姻回到正轨 只是他也清楚 自己已经在这场争吵中把局面弄得一团糟 前方的道路充满了艰难险阻 阿祖法的态度 哥哥的存在 周围人的看法 这一切都像是横跟在康特面前的重重煽乱 需要他去翻阅 但无论如何 康特都决定要试一试 因为对他来说 阿祖法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是他愿意用一生去守护的珍宝 康特开着车一路及时 直到来到野外那片宁静之地才停下 这里远离了喧嚣与纷争 四周只有大自然的声音 微风轻拂着草丛 发出沙沙的声响 仿佛是大自然在轻声安慰着他 他需要这样一个独处的空间 好好的让自己冷静下来 康特脑海中像放电影一般回顾着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每一个场景 每一句话语都立立在目 尤其是阿祖法那决绝的表情和提出离婚式的话语 如同重锤一般不断地敲击着他的心 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如果当时自己能够早一点大应阿祖法留在山上的要求 或许现在的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美好的画面 自己和凯撒 阿斯曼还有阿祖法正在山上快乐地玩耍 那是一幅多么温馨的画面啊 与现在的痛苦和绝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侷格冒冷却你的程度 只能超常用墓图在哪里 你和凸毛户进入 感谢观看